这里2024总统大选还有一段时间 不过现在蓝绿白有意愿挑战大位的人 都已经要开始布局了 我们就来看到这个最新的民调 我们首先从这个组合来看 如果民进党推出的是现在的副总统赖清德 那么国民党推出新北市长侯友宜 再对上民众党的党主席柯文哲 这三个人去对决的话呢 那么最后拿下胜利的会是侯友宜 他的支持度拿到了34.9% 也被进一步的解读说 如果是这个组合呢 代表蓝绿都推出了最强的人选 如此一来柯文哲就没有空间了 但是我们再来看到 如果是另外一个组合呢 国民党推出的是朱立伦 而民进党推出的是郑文灿 这个时候呢 赢的人就是民众党的柯文哲了 他在这个组合当中 拿到了30%的支持度 赢过了蓝绿这两位 所以也被进一步的分析哦 如果呢 蓝绿在2024推人选的时候 有松懈 那么柯文哲很容易就会有一线圣机 我们再来看到 经常会分析柯文哲策略的 精神科医师沈志南 他也进一步的解读呢 他认为 最后国民党有可能推出的 会是朱立伦 为什么 因为虽然现在看起来 国民党最强的人是侯友宜 但是他会以韩国瑜为鉴 他不会出来选 那么在民进党方面呢 推出现任副总统赖清德的机会 就比较大了 所以他认为 如果朱立伦 不拉抬自己的声势的话 那么2024 恐怕会变成是 两个医生的对决 那就是赖清德 对上柯文哲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 国内大小时 并没有试园